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东青岛的一个澳藩博物馆 现在我已经领完票 它是提前预约的,也是一个免费的 我们去看一下 它这里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是2点到4点 它其余时间是不开门的 这是一个场馆的开放时间 现在我们等着开馆 哇,现在是外面天很热啊 进来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几个帆船的展品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大屏幕 很震撼 这是帆船的一个培训 这里是进行的一个帆船的一个培训 当时的上河峰会就是在青岛这里举行的 这个是青岛上河峰会的媒体包 它里面有领带,有雨伞 它这个饼可以做手机支架 这个是千锋翠色系列 它是国宴用词 非常非常精美啊 这个呢是峰会专用水 这个呢是国宴的菜单 哇,里面呢是菜的种类 这里呢是国宴的情景,非常的高级 这个呢是当时峰会晚宴专用的一个服务员的服装 奥番博物馆 这里是它二楼的一个展厅 这个呢它是奥运会一个拿火炬的一个雕塑 在一个船上 这是一个北京奥运会的火炬 奥运火炬的设计 这个呢是北京奥运会的CAMS所用的道具组织 这些呢是和奥番相关的一些礼品 它这里呢是奥番竞赛的一些器材 哦,所用的一些器材 这是一个服球 协助起毛的 它这里呢是奥番竞赛服 是208年的一些服装 它这里所展示的呢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船类 后面的尾子呢还有一些当时设计它的一些资料 它这里呢是奥番赛各国捐赠的一些纪念品 哇,这里是旗子 T恤 哇,都是一些纪念品 还有它们的对齐 这个呢是机种船 这是VIP艇 这是媒体船 这个是安保船 这个是秩序维固艇 这是一个单人艇 哇,非常漂亮的两个帆船 这条船类呢它是对饭船赛的一些记载 这里呢是1942年 这里是1936 1948伦敦 1952 这个呢就是2008年中国北京游戏的伙具 2020日本东京 我现在呢已经从这个奥番博物馆先已经出来了 在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呢 他们在培训这个帆船的知识 我们也又顺便上了一课 然后呢它拥有两层 它二楼呢是奥番博物馆 这一层呢是一些 当时上和峰会的一些东西的展示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当时国院所用的东西 哇,非常难得看到这个东西 它二楼呢就是对帆船的一些介绍 还有就是历届的一些帆船赛 也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奥林匹克帆船赛的精神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奥番博物馆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视频见